当然了 泽伦斯基坚持要打 那怎么打呢 他在这个巴赫木特这个地方能坚持住 但是整个乌克兰能够坚持多久 所以在这个周年的时候 大陆石破天津的丢出了一个文件 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 12点 我们花了很长的篇幅去讨论 记不记得泽伦斯基要接受 是不是 很重要 华尔街日报 2月上旬的时候 泽伦斯基访问法国跟总统马克宏会面的时候 马克宏挺贼的 他提出在我们巴黎召开和谈会议好不好 因为这东西如果促成和平的话 是不是大家第一次想到诺贝和平奖 大家都想嘛 马克宏之前跑去俄罗斯找普丁 普丁不是那个桌子 那个经典照片离他离得好远吗 每个人都想去扮演和平使者 马克宏就说来来来到我们巴黎 到我们巴黎来谈 那在哪谈不重要 重点是怎么谈 对不对 泽伦斯基有提出个条件 这个中国的这个方案 他不是不能接受 但是他点名两大咖 这两大咖一定要参加 我才要出席 我才要跟这个普丁来谈和谈 和谈的条件 哪两大咖 A咖 B咖 不是B咖 两个都是A咖 习近平跟拜登 中美领导人都要参加 他才愿意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应该是OK吧 这个拜登是不是OK 因为这个方案是中国大陆所提出来的 当初泽伦斯基没有去吐中国大陆 拜登应该就不太爽 包括波兰 波兰都有条件的接受 所以我待会让这个寒冰来谈一下 包括这个一起来谈 今天北溪的案子 又有一个调查 之前不是美国的普丽斯 普丽斯讲的这个得主说吗 就是美国干的嘛 对 还有很多很多细节 我们那晚报的做了两集 流量都很高 再来看一下 在去年9月26号爆炸 那画面超经典 像个台风眼一样 那德国媒体 包括德国第一电视台 跟时代周刊 花了很长的时间做个调查报导 那内容就是说 德国检调人找到了涉嫌的游艇 这艘游艇设有众贤 为什么我告诉你 这个游艇是一家注册在波兰公司所租用 两个乌克兰公民所拥有 但是袭击的是一个六人小组所策划 六个人当中五男一女 他们把炸药运到了爆炸地点 其中成员一位船长 两位潜水夫 两位潜水助理都是男的 其中有一位医生是女的 所以是五男一女 但是国籍不明 注意咯 护照都是专业味造的 专业味造的 注意 然后调查结果显示 一辆货车把相关设施运到之后 游艇9月6号从德国港口出海 但是没有清洁干净就归还 所以查之后 发现他桌上鉴定有炸药痕迹 那爆炸发生不久之后 有个西方的情报机构 知会其他的欧洲情报机构 说主导这个爆炸案 是一个亲乌克兰的团体 此后其他情报显示都说 是一个亲乌克兰组织所为 乌克兰团体或是亲乌克兰的组织所为 然后纽约时报也说 美国官员也说情报指向 亲乌团体破坏 那多名美国官员说 他们拿到手最新的情报显示 都是亲乌克兰团体 你要乌克兰怎么说呢 乌克兰吓死了 泽伦斯基的高级顾问赶快出来讲 没有跟我没有关系 一无所知 乌克兰是无辜的 乌克兰不知道 这个东西也没想到 昨天有看拉网报的朋友 我们就有讲一个 是不是 这个 因为最近摩斯科今年发生了很多攻击事件 其中最近的一个是在 摩斯科里面的一个天然气储存槽 旁边十公尺一个无人机掉下来 如果它掉在这个除气槽 你想想看事情大了 普丁当时不是讲吗 俄罗斯会发动核战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是俄罗斯的本土遭到攻击 这算不算 谁干的 然后昨天不是去问这个美国吗 那美国五角大厦就 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 就不带好气的说 你去问乌克兰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美国人讲到大石话 你去问乌克兰 美国不是要帮乌克兰 美国其实可以有很多种讲法 我不知道是一种 或说这可能是普丁的反对者干的 对普丁的内部势力 摆不平干的 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种讲法 去帮助乌克兰 但不是美国五角大厦的讲法 是你去问乌克兰 那加上这个 大家所有的都说 乌克兰乌克兰乌克兰 美国欧洲都这样 韩兵你看到了什么 所以逼着要上谈判桌是吗 有这个掉掉吗 其实我觉得泽伦斯基 现在要上谈判桌也很难 我觉得他这只是推脱制 他只是他只是没有直接驳斥马克宏而已 所以看到一个很难的条件 第一个如果中美领导人都会参加 为什么要选在巴黎 我就觉得你干嘛选在巴黎 那再来呢你最关键的人 俄罗斯不用派人吗 只有中美来就解决了吗 没有他说中美来的话 他愿意跟普丁谈 那普丁要来还是不要来 所以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根本就是随便说说 拜登要不要来你觉得 因为其实现在要不要和台 不是由泽伦斯基说了算 是美国说了算 他们一点出了一个就是 美国才是主导这场战争 能不能结束的最关键的一个力量 那我是觉得他很好笑 那至于说在巴哈姆特发生的事情 老实讲他们一直说巴哈姆特不重要 然后一直说不重要的话 又偏偏要坚守那边 他自己也觉得逻辑上不通 所以他现在提出一个最新理论就是 他们为什么留在这边 是要杀伤俄罗斯的精英部队 要把精英部队全部在那边歼灭 可是在那边主攻的是华格纳集团 华格纳集团 华格纳集团他们自己都说 那是一群囚犯 根本没受过军事训练人去的 所以你是在负责帮俄罗斯杀犯人 是这个意思吗我不懂 所以这个逻辑完全不通 那至于说这个潜水这个东西 我跟大家讲百分之百的 这是因为德国人不敢去说是美国人干的 所以只好硬去凑一个这个东西出来 我请大家想一个最基本的 因为时间快进广告了 六个人而已 那个炸药是一千磅 一千磅是四百多公斤 你有个人扛给我看 而且游艇可以下得去吗 当然下不去 那个北溪的管线平均是八十到一百一十米 对啊 那个是要超专业的潜水员 不是只有请下去 你要在那边安装炸弹 好春转的话大概很难开了 泽伦斯基提出了这么一个条件 怎么样他虽然这个中国方案 他这个不排除 但是好难 泽伦斯基拜登普丁习近平 四个人坐在一个桌上 你能够想象那个画面吗 然后马克宏说来来来来我家 刚有可能 然后另外韩濱刚也讲得很好 游艇而已 能请到那么深去 一千磅的这个军用级的炸药 但是泽伦斯基 这个俄估克兰说 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本来美国的作家说是美国人干的 像德国人说是乌克兰 乌克兰清乌团体干的 大家通通把手指向乌克兰 对对对就是你 你有想过乌克兰的感受吗 我已经够惨了 干嘛还要这样害我 对不对 这就是战争 这就是残酷的战争 国际利益的分配 就是如此 接着在俄乌战场上 也需要拜登 千万要保重好不好 有大事 俄乌双方的大将都急奔前线 据说很可怕 有大事要发生 昨天我们不是跟你讨论过吗 这个乌克兰向美国要求一个武器 怎样 全面绝地大反攻 急速炸弹 急速炸弹 很多国家都禁止 要不要给呢 你觉得美国会不会给呢 美国就算给 是不是悄悄地给 这个是这个俄罗斯国防部 所公布的一段讯息 三月四号 特别公布了影片 影片的主角是俄罗斯国防部部长 搭了直升机到乌克兰东部 去对内刺客地区去视察前线 就这么巧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点呢 这个乌克兰的大将 乌克兰的这个将军将领 也急奔前线 所以这个部分在时间点上 大家觉得很巧合 当然目前战事势确实是很胶着 也非常的惨烈 我们在这个昨天公布了一段 公布了一段画面嘛 对不对 一个万人小镇 过去很漂亮 有教堂 有绿树 有公园 现在你看那个画面 绝对是黑白片吗 怎么搞的 全部废墟 整个城市没有一栋建筑是完整的 那你看到俄罗斯国防部 公布的这个视频 国防部长戴着眼镜 坐在运输机的直升机上 认真地看着一份文件 旁边坐的也是俄罗斯军方的高官 那乌克兰的将领同样的也奔到了前线去 我们要看的 倒是 这个影片有什么讯息吗 你知道吗 这个俄罗斯国防部刻意去公布这段视频 应该是有些含义 告诉你 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重要 或者是有反转 有大事要发生了 那俄罗斯重点的打击区 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当然受创严重了 其中有一个真的是蛮致命的 记不记得刚开始开打没有多久的时候 其实俄罗斯算是手下留情 大部分攻打的是他的军火库 弹药库 国防重镇等等 对于他的民生设施 几乎一直没有动手 后来开始战情反转 不一样了 打击的重点是哪里 乌克兰电网中的750千伏的变压器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乌克兰的电网过去是这个 过去一直留下来的 那它其实是蛮强 甚至还有这个多余的电力输往 送往这个欧洲 但在这一次的这个俄乌大战当中 几乎是全毁 几乎是全电网崩溃的状态 你知道吗 这个750千伏的这个变压器很特别 光是一个这个变压器 它的成本大概最高可以到 一千万美元 五百万到一千万美元 重量两百吨 价格极为昂贵 但是它很耐用 寿命长达四十年 脑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三十分钟来包泵泵水 放通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蜡器的推荐代码 CPI567 还有足够出人物 CPI44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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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